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呢 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泣地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根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泣地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音乐 其他地道的水 第一次跳五平 其他称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上师面前的话 你就一心一意的 开始祈祷 心里面像 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修行佛法 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心 全部迁锁 获得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像上师命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相续道中 能生起来 然后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 一般来讲 念二十一遍 你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 全面观想上师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又有种情感 也不必因 也不必因 尽量 有免费 让我继续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就是 一层能春会前几所集聚 十共三十等 一切受复杀 意思就是说 产生一次的嗔恨心 能摧毁一千个劫当中所积累的 供养佛陀等三宝和布施众生的等等 以及一切其他的善觉 包括圣可以所造的次劫等等 这些功德全部会摧毁的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生起嗔恨心 那么这里所谓的一嗔 指的是一次的嗔恨心 也就是说 一嗔恨 这个嗔恨指的是嗔恨 并不是世间最细微的嗔恨 因为最细微的嗔恨 在我们凡夫人的相续当中 产生的话就无法顾忌 所以在这里 比如说我们平时人们所讲的一次性的发脾气 一次性产生嗔恨心 就叫做一次的嗔恨心 那么所摧毁的三根 在一千个劫当中 这里的劫也并不是 我们平时所讲的中劫 半劫 或者是小劫 不是这样的 应该说是一个大劫 具有八十个小的大的劫 那么一千个劫当中 所造的这些供养 博士以及刺激等等 这些功德全部会摧毁的 当然我们从佛陀的经典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这样以后大家可能想起来 也是非常的可怕 以产生嗔恨心的话 一千个劫当中的这种功德摧毁 而《入中论》当中说 我们产生一刹那劫的嗔恨心 就摧毁一百个劫当中的功德 关于所摧毁的善根 摧毁的嗔恨心 以及如何存毁的方式 这三个方面 有许多高僧大德们 都有不同的观点 根据我们《三说海》当中 无诸菩萨的观点而言 那么他所摧毁的善根 有三种 比如说一般来讲 没有大小乘的这种智慧和方便所摄持的 一般的这种善根 叫做随福德分的善根 这么一个善根 还有小乘当中的人物所摄持的 这种善根叫做 小乘的随解脱分善根 还有一种叫做大乘智慧和方便所摄持的 随解脱分的大乘善根 就是有三种善根 那么这三种善根当中 所摧毁的善根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前面第一个 也就是说 以智慧和方便没有摄持的 这个善根就是所摧毁的善根 因为小乘无我所摄的善根 也不能摧毁 达成智慧方便所摄持的善根 也不能摧毁 所以我们首先应该了解 这是所摧毁的善根 wei很多话只能摧毁的善根 希望这里看一边 我觉得也有很多几下窍 他不会呼吸的了来 你明白了 刚才起报了 跟船那边 真的解脱分着 如何呢 射根就是振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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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当时这种嗔恨心也并不是特别的强烈 再加上后面嗔恨心生完了以后 就马上会忏悔 就马上会忏悔的话 当时你的嗔恨心还没有消完之前或者是还没有结束之前的时候自己觉得非常惭愧 马上生忏悔心不一定摧毁所有的善根 所以我们按照五中菩萨的有些观点详细分析的时候也并不是特别容易发生的事情 这种能摧毁的嗔恨 所摧毁的善根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摧毁呢 这里并不是说是从转移善根 而应该从彻底 从根本上加以摧毁的 是这样摧毁的理由也是佛陀在说一切有部经当中也已经对有婆类是这样说的 把善根也降低 净除 毁灭物欲 所以对于那些无有生命的母亲也不能生起忏悔心 更何况说是具有心的身体 所以这个教证已经说明了 我们对那些有情法和无情法 如果真的生嗔恨心 将自己的善根 如果是上等的这种嗔恨心 那么无一地摧毁 中等的嗔恨心就净除 净除是只剩下一点点的 然后如果是比较小的这种嗔恨心 就把你的善根降低 也就是说是就摧毁一部分 所以从这个经典当中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你的嗔恨心是非常严重的话 那么你所积累的这个善根 从根本上 从它的种子地方就可以断根 从种子上面可以断除 因此我们自己也应该说 有些尊者的观变不一定的 不一定是不摧毁 实际上是摧毁的也有 彻底摧毁的也有 也有一部分可能押腹的 或者说是摧毁一部分的 这么几种现象 如果有点点数字与看共证的话 要看共证明的确认 待共证明的方法 也许问竟然有点减分的 因为结果 又白日与提出人家的一部分 但是我觉得现在转发了一部分 就会给大家注意数码的 一些好与一部分的信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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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像安人那样的苦行在所有的苦行当中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作为修行大乘佛法的行者来讲 一定要依靠前方百计以种种方法来尽量地自相续当中不要生起嗔恨心 以努力地修持安人的这个法门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所有的罪过当中实际上嗔恨心是最可怕的 比如说我们人的相续当中经常产生五毒烦恼 五毒烦恼当中大家也应该清楚 刚才讲的那样嗔恨心不仅是你带来恶趣的痛苦 即生当中的心里的下面说讲的那样 即生当中的身心的痛苦来是恶趣的痛苦 而且将以前所造的这些善根都摧毁的 还有我们按照大乘的观点 生嗔恨心实际上是对大悲心有直接相偎的一个作用 如果你的相续当中有了嗔恨心 那你不可能是用大致大悲心来度化众生 因为我们大乘的修行佛法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度众生 利益众生 帮助众生 可是你相续当中有了嗔恨心 那么你不但不愿意度 反而想害他 也很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来毁害他 损害他 所以在我们大乘所有的烦恼当中 应该说是没有比嗔恨心更重的 所有的苦行当中 我们世间当中也没有任何意义的 就像外道依靠物货 依靠各种各样的一些爵士等等来苦行的也有 然后我们佛教当中也是受八观戴戒 以及为了修法苦行等等 有许许多多的这些苦行 但是这些苦行比较而言 比较而言 并不是特别的痛苦 一个人没有吃的 没有穿的 或者你在修法的过程当中 为了获得成就 而过一些艰难贫困的生活 并不是特别的困难的 最困难的是什么呢 当我们遇到无法安忍的这种嗔恨的对境 比如说有些人对你无缘无故地 开始毁谤你 加害你 羞辱你 以及通过各种方式来 危害你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就根本没办法忍住 那个时候你再怎么样想就忍不住了 所以真的所有的苦行当中 修忍辱是最困难的 最难的 这是我们对怨恨的敌人 修安忍性是相当困难的 证据所有人 SpongeBob的配战 味道有bé战 味道有全都移动 这些确讨 bluff 吸引民青果肉 оп巴巴少หASS 演市后 温度对境 这些厌别人 可能会uni 今天 万 or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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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我想我们许多的修行人通过自己的修行或者说是平时的行为也能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我们心处于一种嗔恨心当中 也就是说心里如果燃烧着嗔恨的火 那么就像我们人在火坑当中一样 刹那的快乐也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他的心绝对不会有快乐的心情 然后他的意识呢 然后他的意识呢 他这里喜和乐呢就是在这个意识我们按照《修士论》里面所讲的那样 他的意识不会有这种欢喜心 然后他的根实不会有这种快乐 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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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人 产生嗔恨心的话呢 那他的心态完全都是已经变了 处于一种痛苦当中了 然后包括他的面目 他的相 全部都已经显得极为的丑陋 显得非常的痛苦 然后他整个人成了一种 他的情绪成了一种狂乱的状态 这样以后 不会有安乐的生活 不会有安乐的生活 然后经常身心不满 所以有时候整个生活 不会有这种快乐的状态 而且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 也是睡不着的 即使你睡在一个珍宝的窗帘上 也是不会睡着的 一直滚来滚去 一直睡不着 这样的话 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谢谢大家给我 谢谢大家 你们先看这种快乐的本颜的字幕 所以你们看到有什么想法的 再这个携带 我给你帮助你帮助你帮助你给你帮助我 我们先看到这个游泳的时候 原谄的像会是不给他 我们的情细战划的关系人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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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纵然有些主人以自己的财产 财产的一些利益 还有一些地位等等 就是以恭敬心来 以恭敬心的恩德来饶益 就是饶益什么呢 饶益依靠他的一些仆人 或者下属的人 但是如果主人或者这位施主很容易生情嗔恨性 那么不但下面的这些人 对他没有感恩自情 而且没有可能出现杀害他的这种情况 为什么这么想呢 因为比如说现在世间当中 有些人虽然从一些待遇方面 就是对下面的眷属 对下面所顾的这些人 应该说从持德 穿德 地位 名称等方方面面 给他们照顾得相当的不错的 但是这个主人 因为他前世的业力所感 始终对他们发脾气 始终经常用特别粗暴的行为来对待他们 这样以后下面的这些人 实在是受不了了 今天也是不高兴 明天也是打 明天也是骂 这样以后 即使说有一些好的待遇 但很多人不愿意相容 不如还是到一个积极的地方 什么离养都没有 也是可以的 很多人有这种看法 所以说我们世间当中 虽然现在的生活当中 有些人应该说是 本来是对他们很不错的 但是你怎么样对他们好 实际上你的性格不好 你的嗔恨心很严重 很多人都不敢抑制你 不但不敢抑制你 你经常通过各种手段 来加害别人 那么你们之间 也是结成了一些 非常不好的关系 最后下属的这些仆人很有可能 通过各种方式来杀害你 甚至摧毁你 也是这种情况的 因此我们世间当中 许多人的这种仇恨 也是依靠忏恨心而引发的 就是依靠忏恨心而引发的 然后有这样的成分心的人 令自己的父母 儿女 亲朋好友等亲人 也是生厌离心 如果亲人都生厌离心的话 那么其他世间的平凡人 对他来讲根本不用说了 所以说这些亲友也是 虽然给他一定的财物 服侍等等 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接近他 而且会远远地离开他 我们平时有些人也经常这样的 即使你自己家里的真正的父母 这些的话 如果他的脾气非常不好 就是天天都是用一种暴力的行为 来虐待你的话 那么就是世间长了以后 谁也不愿意接受的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如果我们心当中有了这样的嗔恨心 那么这个人的生活当中 今世也好 奈世也好 所谓的快乐 根本不会长久存在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只要是他的心里面 有这种不平的嗔恨心 有的话 那有什么样的快乐 安宁的生活呢 绝对是不可能的 我们平时也可以看得出来 有了嗔恨心的 非常粗暴的人 他不管是有生活条件再好 工作地位再高 什么样的话 始终都是一种 极为痛苦的状态当中 所以在他的相续当中 根本没有快乐的 就像他在斗舍一样 所谓的斗舍的话 那么每天都是 他对所有的人 其他的众生 或者包括他所住的地洞等等 经常散发出他嗔恨的斗气 所以始终都是不会有一种 安闲快乐自在的生活 所以我们真是对嗔恨心严重的人 应该说是非常的 大家都害怕 总而言之 所谓的诚恨的敌人 就是造成 诸如上面所说的 这些的痛苦和过患 也就是说 上面我们能显得到的 就是白身不快乐 晚上睡不着觉 还有他的亲朋好友 他所有下属的人 不但要远离他 反而要加害他的这种情况 频频发生 同时我们见不到的 摧毁我们的善根 来世间我们堕入到地狱当中 等等 能见到见不到的 今生来世的许许多多的这些过患 全部是依靠嗔恨而产生的 所以具有智慧的人 尽量地在自相续的嗔恨 通过下面《入菩萨行论》当中 所讲到的那些窍诀 来制止自己的成年 这样以后 今生当中也是快乐 对来世来讲 也是更为快乐的 因此大家修行人 应该在这方面努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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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